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介绍20款免费视频软件编辑器 涵盖了电脑、手机视频编辑器 以及是和Instagram使用的视频编辑器 1 免费的电脑视频编辑软件1 Blender Blender是用于Windows、Mac和Winux系统 Blender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开放原代码程序 Blender实际上是作为3D动画套件而设计的 但是它还具有非常有用的视频编辑器 Blender的视频编辑器可以满足大部分的视频编辑需求 编辑器支持基础的视频编辑功能 比如说剪切和拼接 它支持更加复杂的视频编辑操作 比如说视频遮罩等等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高级用户都可以使用这款视频编辑器 Blender视频编辑器包含以下功能 实时预览、亮度波形、色度使用显示 和直方图显示音频混合、同步、清理和波形可视化多达 32个插槽可用于添加视频、图像、音频和效果控制速度、 调整图层、转场、关键帧、预镜等等优点 功能齐全适合高级用户缺点功能丰富使得前期学习有点困难 大多数的教程都关于3D动画和建模 可以帮助用户使用该程序的资源很少 最适合与3D动画有关的更高级项目 2.Lightwork支持Windows、Mac和Linux系统 Lightwork是榜单中最强大的视频编辑器之一 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免费版就够了 专业版每个月费用为25美元 Lightwork免费版支持以下功能 高精度视频采剪多镜头开设导出为720T视频到YouTube 支持多种视频格式 虽然软件包含了大部分功能 但是想要上传4K视频到YouTube或者Vimeo 就需要购买专业版 比如说与Blender相比 Lightwork有许多优秀的视频教程 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入门 你可以看看功能比较 也确保免费版本涵盖了你需要的功能 优点 强大的视频编辑器 具有许多高级功能缺点 免费版本不支持4K视频 一些用户会觉得Lightwork太高级了最适合 全方位桌面视频编辑3 Shop Catch Pack是用于Windows、Mac和Linux系统 Shop Pack和Blender一样是一个完全开放原代码的程序 这意味着用户下载程序后可以使用所有功能 而无需进行卫生级付费 Shop Pack支持多种视频格式 而且有大量教程视频 虽然这款视频编辑软件功能强大 但一些用户可能觉得界面有点奇怪 这个软件最初是为Linux系统设计的 最适合Linux系统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高质量的视频编辑器 最引人注目的两项特性 是4K高清分辨率和时间线编辑 没有多少免费的软件支持4K分辨率 Shop Pack也不会要求用户将视频导入编辑器 所以如果用户要处理内存很大的视频 就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优点 支持本地时间线编辑和4K分辨率缺点 奇怪的界面可能不适合某些用户最适合 4K高清视频编辑4 VSBC免费视频编辑器VSBC 只支持Windows系统VSBC 是一款仅供Windows系统用户使用的免费视频编辑器 它具有一套强大的功能 包括色彩校正和音频编辑 专业版售价19.99美元 支持稳定辅向 声过率和可视波形 如果用户选择不更新到专业版 那么技术支持需要9.99美元一个月 或者14.991年 优点操作相对简单 功能强大缺点 技术支持需要收费 仅支持Windows系统 最适合 基于Windows系统的编辑项目 MyHeat Video 8 只支持Windows系统 Meshly Lite 列表中最简单的编辑器之一 适用于快速简单的编辑任务 免费版的Meshly Lite 不支持音频编辑 只能选择删除整个音轨 另外 免费版只支持AVI和WMV模式 完整版售价为 19.95美元 支持音频编辑 以及多文件类型 优点 操作十分简单缺点 只支持Windows系统 知识的文件类型少 不支持音频编辑最适合 简单的视频简介 第六 RVMXCVDX 支持Windows Mac和RVMX系统RVMX 非常适合初学者 界面简单易操作 RVMX包括以下功能 简单的剪辑编码滤镜 如果你完全没接触过视频剪辑 那就可以从RVMX开始 优点 简单易操作缺点 功能比较少 最适合 基本编辑工作期 GitFilm RVMX和Windows系统 RVMX是更专业的视频编辑器之一 它支持听接 剪辑和视频编辑等 基础编辑功能 也有支持更多功能 虽然有些用户会觉得 RVM有点太高级了 但是这肯定是最好的 全能免费视频编辑器之一 RVM免费提供180多种特效 教程主要根据星球大战 这样的好莱坞电影制程的 教程具有互动性和吸引力 在下载GitFilm前 它会要求用户在社交软件上分享更新状态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